张一宁首先是拿到了发球拳 在一起然后在北京队也一块打过 然后因为正手正胶的话打过来就比较快 而且带点比较沉 反手的话呢它能够有节奏的变化 有些旋转变化 那这个呢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冠礼的也很正常 就下午看了一下昨天李嘉卫对那个贴亚纳的比赛的录像 对的一些特点 我相信在开局的时候他会薄杀的比较凶一些 因为他从整体实力上来讲 相知反手 非常凶啊 打的 我相信应该在前两句当中 因为会增多比较激烈吧 我的记账数的话还是运用的还是比较比较成功 所以说从张一宁来讲是刚才非常聪明的 我就说了就说 这样张一宁在第一局 那下面我们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回到宇丹的决赛 马上将要进行的是第二局比赛 首先由李嘉卫发球 从第一局的比赛来讲跟我们下午准备的应该差不多 从比赛场上的比分也好 整个的李嘉卫的采用的记赞 马上再加上全场的观众一哄啊 因为你这个一乱以后很容易乱 场上出现一些突发的事情就会少一些 对 那你的心理也会就更强一些 因为打冰棒球是这样 人干什么事情都是一样 也是他主管教练李笋指导 在场下也非常激动 因为我们的解说席呢 正好靠近这个李指导的这个指导的附近 好球 因为周围教练带张一宁应该是很多年了 那么我相信他们两个的合作的也 定住他中间正手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话 如果李嘉卫不杀比较凶 而且在比较准的情况下 命中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有时候可以适当的过过他 拉住他反手 有质量的就还是过他阵手 这样的话整个战术就是还是比较成功 看来现在张一宁灌出战术非常坚决 就直接就是完全从他正所突破 因为到了比方这个时候 8比9比加为发球 中间短的正交拉起来正交扣刹 管工来了 这两个球呢 一个是从张一宁来讲 在防御的时候的热点还是不够开 那么就是说他 所以说对张一宁来讲应该是确实是经过了一些大赛的女士 落后的情况下 他还敢发李家威的正手藏的 这说明他的就是说 技战术运用这种能力 或者这种果断性 来欣赏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 所以说不够自信 那么张一宁在禁台的实力也不弱 那么刚才那就是张一宁推到中台以后 把节奏放慢以后 应该从整个实力上来讲 应该说就再通俗一点讲 就是说张一宁有两个进风点 一个是在禁台 一个在中台 他都能用进风 战术技术都运用得很自如 张一宁在2002年的瑞典斯德格尔 那么现在从这个第三局开始到现在 就是说李家威在相赐上 意志品质不是很顽强 他有他的一些特点 威胁也相对小一些 还不够足 对 因为张一宁在拉的 刚才拉 你看着这李家威在0比6落后的情况下 他的波杀很准 那么一打到5比6 刚才出了机会以后 他一旦感觉有机会的时候 他又出现无畏失误 这就是厂商的一种心理变化 这球防的时间差 就防出的这个时间差 让李家威在下一板连续进攻的时候 没有合上力 好球 这说明两个运动员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张一宁来 但是他的主要的正手的线 还是他从中间也好 从正手也好 是卷 卷对方的正手 那么刚才 黄了两个以后 拉到李家威的正手 果然是长球 忘了张一宁的节奏 从战术上 应该他发完长球以后 尤其是发到李家威的正手 因为生交呢 是比较怕这种 有点速度 李家威落后两分 那么请您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只能再进去 他的回旋余地就小了 那么过去呢 可能张一宁从前三板的控制上 没像现在这么严密 那么李家威可能利用他的 好球 非常精简 中方球女队 像他这样有可塑性的 就是说能够塑造成 张一宁这样的 理性的去想一些问题 那么他完全凭 就比较消极 比较被动 那从技战术的运用上 他也会比较备张 都会去积极的去想一些办法 运动员呢 就是说 会有很大的好处 提高的可能也会更快一些 是的 表屋龙从进攻上 那即使就是说 你自己控制的比较好的时候 他还是感觉他百万单 他还是等着后面 还准备人家调 准备拉 这种意思 我认为就 相对落后了 这样张一宁就以11比9